- 今個星期在這個恐怖熱線裏有魯芙、鋪哥在這裡 Hello大家好 這個時間當然不少 當然是鋪哥跟我們分享一些靈異故事 今晚先看看說誰 其實這兩個星期準備了很多資料 再想一些舊的案件 我先講一個舊的案件 我自己在這個案件裡有份參與 當時我搜舊機場警署 即是啟德 現在已經拆了 現在變成郵輪碼頭 我記得我搜了大概九個月左右 有一批新的同事下來 那批新同事下來 其中有一個我跟他挺老友的 我下來了我的隊伍 他也是PTU 即是藍武芝散了就會到機場 那他下來了的時間 其實我跟他都挺熟悉的 有時下班都在一起 大家都挺好的朋友 有一次我們在機場櫃檯 我記得是新行櫃檯 因為我們很喜歡榴槤在兩個櫃檯 一個是新加坡 美女多是嗎 沒錯 還有一套制服 還有馬行 兩套制服都是傳統服飾 挺漂亮的 美女多 制服漂亮 我們很喜歡站在那兩個櫃檯 有一次我這個朋友跟我說 那裏有一個人看著我 我問誰 你看過新行那邊 他是這樣看著我 我問哪裏 我看不到機場很多人 他站在坑打頭 我問誰是女生 穿著什麼衣服 我真是看不到 我發現他跟了我幾天 我跟了你幾天 我說不是啊 我說是真的 我跟了幾天 然後我說 你講來聽 我會怎樣跟你 他說第一次見到這個女生 大概是一個禮拜前 她就是在上班途中 過這個馬路 過紅綠燈 那條馬路 其實是剛剛是雙線行車 其實兩邊行人路 不是差很遠 因為雙線行車 就是一來一回線 他就等紅綠燈 轉了燈 其實轉燈前 看到那個女生 就站在燈下面 誰知轉了燈之後 她沒有過馬路 她一直走過去 她就見到那個女生 一直看著她 一直不停地看著她 她覺得奇怪 又不過馬路 又看著她 但是她看著她 因為我有問她 她用什麼眼神看著她 她就說 其實不覺得很有敵意的眼神 也不是說有些很特別的眼神 看著她 只不過真的看著她 她一直看著她 沒有理她 就過了 這是第一次 第二次 第二次跟第三次見到她 就是有些怪事發生 怎樣 第二次見到她 那一次 就是她去游水 去警察會游水 她游水一直游直池 她竟然游到尾 碰到池邊的時候 打算轉堂 她一起頭 她見到那個女生 站在池邊 看著她 都是看著她 還有那個女生 我說 這件事很特別 她穿什麼衣服 她站在泳池 都應該穿泳衣 是不是 她說 不是 都是穿那天的衣服 她有形容的那套衣服 其實是一件 很普通的碎花束衣 加一條裙 但都應該不能進去 因為泳池的規矩 是不准穿其他便服進去 其實都可以進去 都可以進去 因為有時候 例如家長帶小朋友進去 都可以讓她這樣帶進去 但是就不准穿鞋 但她有穿鞋 她看不到 因為她在池邊看上去 看到她站在那裡 她想轉堂的時候 再看清楚 她又不見了 懷疑自己眼花 第一次很清晰 看到她想過紅綠燈 而沒有過 第二次看到她站在池邊 到她想轉堂 發現不見了 到第三次 第三次更加奇怪 第三次就是 她收工 那天收早餐 我們收三點半 她收工後 去茶餐廳吃下午茶 就有新蒲江 那裡走的新蒲江很近 深蒲江加茶餐廳吃下午茶 她又坐下 她坐卡位 自己一個人坐卡位 卡位對出 有一張荒桌 進去的時候 沒有人坐在那裡 她又坐下喊東西 她喊東西 東西來了 東西來了 她摔下頭 摸一摸東西 她翻高頭之後 就發現她坐在前面 外面那張荒桌 坐在那女生 一模一樣 直接是她 衣服又一樣 完全一樣 就看著她又是 她說那時候 第一個反應是害怕 她說死了 為什麼她經常跟著我 跟著自己 她沒有想過 她是甚麼靈體 你跟著都害怕 對 她無端端跟著我 甚麼事 她就立刻在腦裡 在盤選 在想 我是不是認識她 在想想 以前有沒有認識過這個女生 不停地想 一直想 她想不到 她在那段時間 想想想 她叫了一件腿彈痣 一杯熱檸茶 那杯東西來了 她想想 看一看自己的東西 還嚇到她 為甚麼 她自己一杯熱檸檬茶喝了一口 因為很熱 為甚麼這麼肯定喝了一口 就放下了 因為杯茶是很熱 所以她喝不到 喝了一口 那個三文治 其實她是沒吃過的 但她看自己的桌面 那時發現 她的杯熱檸檬茶 沒有了大半杯 被人喝了嗎 不知道 總之沒有了大半杯 有一個想法 是否要杯漏 穿洞 如果漏 那張桌子會濕透 碟也會 沒有 那個三文治 很明顯被人咬了一口 她在那時就害怕 她一害怕 再看一張桌子 那個女生不見了 但當時還有沒有其他食客在那裏 沒錯 我便問了她這個問題 我便說 當時那個女生 桌面上有沒有食物 有沒有叫食物 你有沒有見到她叫食物 而桌面上又有沒有食物 她說沒有 茶餐廳裡多不多人 她說不算多 但也有人 這樣就奇怪了 我便說 如果有個客人坐下桌子 好人好者的人 走過去問小姐吃甚麼 你坐在那裏 你完全見不到有人 走過去問她 即是沒有人服侍她 簡單說 沒錯 沒有人服侍她 而桌面上又沒有食物 我自己就一個大膽假設 其他人見不到她 因為你和我的反應 是在想這件事 但你的朋友有沒有 他第一次見到她 是沒有想的 第三次見到她 最初就想為何要跟蹤她 但到她發現 檸檬茶和三文治有些不妥 再看一看女生又不見了 她已經是想那個方向 想是那些靈異的東西 覺得可能會不會有鬼跟蹤她 跟著我跟她剛才說 就說在新唐桌子 看到她那次 是第四次見到她 所以她那次 其實她看到的時候 她已經很害怕了 縮一縮在我後面 跟我說 問我見不見到 但我老實說 我真的見不到 我真的見不到 我這個同事 我們平時叫一些同事 有些人叫號碼 有些人叫名字 有些人叫花名 我們叫這個同事做什麼 整個號碼我不說 她是四字尾的號碼 她是很難倒的 我們叫做難倒四 不是難倒二 這個是難倒四 她其實有些雲仔 她一向都下來了 其實沒多久 但我經常見她 就逢是賭博的東西 都可以贏一下 雖然不會贏很多 但未曾聽過她輸錢 她一向有些雲仔 她就說 其實自從見到這個女生之後 她一直都是越輸越大 越輸越大 輸到她自己都不能相信 雲仔也很重要 她就叫做難倒四 去到這個階段 我就開始有些懷疑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會不會真的撞邪 就是在那天 我們下班 我們下班就在我們那些叫 巴黎房 換衣房那裡的警察 突然間 我們聽見門口就很吵 我們有個同事 走進來就叫 喂 難倒四 有人找你 然後走出去 有人找她 誰走到上巴黎房找她 真是奇怪 都不知為什麼 有個女生進到警局 走了上來 她就打電話號碼 我剛剛走到樓梯打算走 她就站在樓梯 我看見她 我就問她 小姐 你為什麼會上來 她就打電話號碼 我想找誰號碼 是跟其他人溝通到的 她直接打電話號碼 我想找誰號碼 因為我這個同事 她就覺得會不會在外面 不知道在樓梯 認識到什麼女生 但如果被人知道 她進來了 大家都不碰 她知道難倒四在裡面 正在換衣服 她就打算叫難倒四出來應付她 她自己脫身就算了 大家都覺得奇怪 為什麼會有個女生進到警局 整件事都覺得很古怪 然後我跟難倒四 最初見到那個女生的同事 三個人走出去 走出去 真的不見那個女生 沒有 沒有人 我在想 這件事一定不是那麼簡單 我們隊裡有些 因為那個年代 我不知道現在的警察部怎樣 我們那個年代的警察部 其實每一隊裡面 都有很多人都會信一些 例如茅山 不同的派別都會有 一定有的 任何一隊都會找到一兩個 有機會會不會有些邪惡 因為如果算完這次是第五次 第五次但你看不到 但是人家都打開你的號碼來找你 還可以跟其他人溝通到 故意為了找你 然後我們就去問一些機場守得久的同事 因為我們本來找那個師傅 他認識這方面的東西 其實他守了很久 我們問他 我們一說電視給他聽 他就立刻一想一想 你什麼號碼 他再想一想 你這個號碼 上一手 因為他是老頂號碼 什麼叫老頂呢 因為有些同事resize後 他的號碼就會說幾年 說完之後就存了一批 一批新入學堂的 就派回給那批 即是再用 但一定要存好幾年 隔一隔他 沒錯 他說你這個號碼 其實以前曾經搜過機場 他有印象 他問你會不會 即是他自己懷疑 會不會你這個號碼 給到麻煩你 來到機場之後 他就問他 因為他下來機場沒多久 他在機場之前 一直都沒有這些古怪的事發生 他下來機場 一次在上班途中 一次就在警察會 一次就在新蒲江茶餐廳 一次就在機場的新行的counter 一次就在機場的警察館裏面 再加上你的號碼 覺得有關聯 整件事很有關聯 我們就找了 開始找資料 就找回舊同事去找 這個同事什麼時候走 他上一手號碼 因什麼時候走 他看到是自己resize走 不是被人隔離 沒什麼特別的 沒什麼特別 但原來他牽涉到一件事 但那件事是沒有證據的 沒有證據之下 他隔了一年多兩年才resize 跟這件事未必有直接關係 好像有些事 他牽涉到什麼案件 原來他在機場期間 有一個女生在機場暈倒 在機場暈倒之後 他跟另一個女同事 因為他找不到他的家人 他叫了一輛白車來 那個女同事就 escort 那個女生去醫院 男同事就保管他的財物 到後來在機場暈倒的女生 後來就過了身 但是曾經他家人有懷疑 他有部分財物不見了 有懷疑 但是找不到一個證據出來 因為他們家人都不可以很清楚 記得是否真的有東西不見了 所以一件事就沒有作到任何投訴 因為他們不肯定 我們就在想 會不會一個假設 當年我們這位舊同事 真的有拿到女死者身上賣了一些財物 但這是假設的 真的假設的 因為他們家人如果有真聞十句 這樣算 就直接告他 告他偷東西 大家都猜 但當時真的有一個質疑 他家人有質疑 說有些東西不見了 但始終女生都是自己的一機場暈倒 沒有其他人 很難有一個證據存在 事情後來就不了了之 但是如果配合現在的看法 就是說有一個女生 在我們這個同事還沒到機場之前 她是沒事的 下到機場之後就遇到一個這樣的女生 這個女生不停地跟著她 還能夠說出她的號碼 而這個號碼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 我們就在想 會不會真的當年 懷疑什麼都好 她真的拿了她的財物 而這個女生是要追回這個號碼 她根本不認人 她認號碼 但寶哥 追到什麼時候 追到怎樣為之不了了之 是否跟到那個位置 就沒有再出現過 還是怎樣 有沒有搞了什麼 而令到她不再出現 還是怎樣 後來就有了 後來就是那個師傅 決定跟她做些事 告訴這個女生 你現在所見到的這個號碼 這個人 不是你要找那個人 不是你要找那個人 他們用法事形式去做 通知她 說你找錯人 這個不是她 很明顯看到 一來 她再沒有遇到這個女生 二來就是 她的賭運又好 如果斷猜來說 大家猜的答案 總之是以前穿這件號碼 衣服的人 她就出了事 懷疑她是偷人家的東西 而這個離開了的女生 就死跟著號碼 因為她剛好撞正了號碼 被她見到或遇到 因為她回到機場 但又是老實說 堆號入座 就特地找師傅去做 做完之後又剛好 她真的沒事 那朋友就很相信這件事 是的 就很相信 整件事 但有時這樣相信 又是不是真的 周常我都說 魔鬼很喜歡扮演一些角色 令到本來在世的人類 就更加相信 這件事的出現 與你有關 我們想看一個目的 如果用這個角度去看 魔鬼要扮演這個角色 她的目的是什麼 她當然有一個目的 她就是要你相信她 要你相信 但你現在不是相信魔鬼 而是有鬼 你就是相信有鬼 最重要是這樣 最重要是要你相信這件事 這樣就自然有很多影響性 但我反而覺得 如果 因為我以前聽高師傅所說 譬如作為一個靈界 她自己沒理由不知道 那個人是不是她 不應該跟從一個物件號碼 因為高師傅說過 他們也有五通 即使你所謂的故事 養鬼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能力 他沒理由 只是因為這個人 因為背著ABC 我記得以前ABC 就是偷我的東西 我就跟著他 這個就有一點不合理 我的意思是 因為發生說那個女生暈了 後來入院死了 那件事 當時我們大家不在場 是呀 都很久了 傳說說 其實這個女生從來沒有見過這個男警 其實她暈了的時候 送她入院都是一個女警 男警是負責保管她的財物 所以她真的沒有見過男警的樣子 但是 我只是說這些位置 她沒有見過 我們又用一個最簡單的 完全是在生的人的做法 因為我沒有見過 所以我不知道 就是這樣 其實如果她真的要靈界離開 其實她怎樣翻查都一定會追到 以近時一些師傅所講解說的 靈界的能力 所以這個位置 好像很刻意地去現了這件事 令到那個人更加很相信 這是一個女鬼 特意纏著以前號碼的那個人 但考核的地方 就是她一直背著號碼 都好幾年 一直都沒事 是的 但要來到機場才有事 這又是一個問題 問題在於 當然師傅都說過 說有些 她永遠都是聚焦在那個地方 即是她的冤魂不散 舉例這麼說 是 然後剛巧這個號碼 又勾起了那件事 但這些 又有另外一些師傅 又打回嘴巴 就是明明靈界是可以周圍去的 知道自己的甚麼事 甚麼都變成了 好像五通都知道了 那為何這些案件 又不是知道呢 這個就令到我們很惆悵 有些就告訴你 其實他們很厲害 有些就告訴你 其實他們不厲害 會不會靈界都會分不同的等級 不同的界別 在靈界裏面都 某哥 這些就會最生氣 多數師傅都說 一定是不同的界別 告訴你 然後跟著就說 我們哪要知道這麼多鬼怪的東西 自己都不是 差點說 都沒有甚麼經驗 對吧 當作一個故事廳 又是覺得很有趣 說真的 如果去到那個地方 被人撞回號碼 這個故事 反而最大的教育意義就是 不要貪人家的東西 如果是真的 貪念不要來自那些那麼多錢 即是他離開了 那人就貪那些那麼多錢 而令到自己有這樣的麻煩處出現 其實在五、六十年代 是很誇張的 記得我入行的時候 那些師傅跟我說 我們叫前輩做師傅 那些師傅跟我們說 他們剛進來的年代 他們對著那些師傅 不是他們有份 他們進入投身境界的時候 可能是三十年前 當時帶著他們的師傅 那些師傅跟我們說 如果遇到這些情況 他們說警察在那個年代 在五、六十年代 是一定會拿的 一定會拿到財物 為什麼呢 如果他們不拿 上到白車 白車路也會拿到的 在那個年代 他們說與其別人拿 不如自己拿 誰會這樣 與其別人拿 不如別人拿罪業在別人身上 自己拿就是自己的罪業 即是在那個年代 是這麼猖狂的 即是在五十年代的時候 但我又接受不了解釋 與其別人拿 不如自己拿 不明白 這是給自己一個貪心的一個藉口 是的 我也覺得是 用一個藉口來給自己貪心 我不拿 別人也拿 不如我利用自己 就是兩個藉口 我覺得不需要利用 如果是別人也會利用 不如我拿了 然後保存起來 等他家屬來的時候 給他 還說會更合理 其實也有很多是會這樣 尤其是牽涉到那個人不在生 已經 很多人都會想一想 拿出來 但現在最怕有些 他根本就 以為他沒有什麼 然後就 當不見了 最慘的是 有些人是沒事的 他只是暈了 諸如此類 之後就直接冤枉 你哪裏有隻錶 你沒有錶 你暈了時 是這樣冤枉他 但有些人反而過了身 可能拿的人 怕有報應 就拿出來 或者是這樣 暫時分享到這裡 稍後回來繼續有煲哥和路芙 繼續回來 在這個休息過後的恐怖熱線 也是有路芙和布哥 布哥 你好 大家好 剛才說了一個 千萬不要偷東西 告訴你 偷東西有時候 真的有些跟進 在靈界上也是 一些故事 當作為一個分享的故事 接下來又分享些什麼 分享一個 大家可能每天都會做的事 通常靈異故事 講一些自己 跟自己生活有關的事 都會特別貼身 特別聽起來好像恐怖一樣 我現在想說一個 關於一個坐電梯的故事 這個故事是怎樣來的 我有個 抱歉 不要緊 我有個朋友 跟他講一些靈異的事 他講了自己的經歷給我聽 我聽完之後 你這個經歷很有趣味 你介不介意我 拿來跟聽眾分享 他說好啊 其實我也想告訴別人 很久了 我說好啊 你先說來聽聽 那時候我聽完之後 我會再說出去 我聽完這個故事後 發現 這個情境 可能大家都有機會見過 遇過類似的 在電梯裏面 發生一些靈異的事 他當晚 他做的工作 其實都是類似別人寫稿的 他半夜兩點 就肚餓 就下街 打算去便利店買點東西吃 順便 因為他們做寫稿 希望腦筋清醒些 寫的東西好些 下去鬆一鬆一下人 他住二十多樓 他入升降機 按按鈕 就看著升降機在上面 就不在下面 升降機 升降機在上面 抱歉 倒轉來說 升降機在下面 升降機後升降機 升降機後升降機 開門的時間 他們覺得很有趣 一開門 就有個阿婆 就站在按按鈕 又不出升降機 又不出升降機 他在想 難道這部升降機 是阿婆要上樓上的 即是第一個反應 而不知為何我這裡開了門 進去後 他看一看 升降機在樓上 沒有亮燈 即是沒有按過 沒有按過 他就想 阿婆去哪裡 他唯有自己按 他按了一個P字 即是Podium 平台 其實還有一個G 還有一個地下 但因為他要去買東西吃 就一定要經平台去 所以他按了一個P 按了一個P之後 之後 升降機關門 那個阿婆是沒有反應 即是再按其他按鈕 然後升降機 升降機 到P那裡 開門 一開門 他想著阿婆會出升降機 阿婆又不出升降機 看到那部升降機關門 但是呢 就不想不下 就停在P那裡 他就想 那阿婆在那部升降機裡面做什麼 他就開始有點懷疑 阿婆不知道做什麼 他不是怕他是鬼 他怕會不會阿婆老人癡癌症 即是特別留意他 都會突然間 他怕老人癡癌症出了家 不懂回家 即是他出於關心這種心態去想了解一下阿婆 然後走回頭 就打算打開門 看看阿婆什麼事 他想打開門那一刻 升降機下去 升降機下去 升降機關火牙 然後他想一想 真的不好了 他馬上跑到關火牙看一看 走樓梯下去 升降機關火牙 就看到升降機已經開門 而已經有人進降機關火牙 他說有人進降機關火牙 但看不到阿婆出降機關火牙 他再看一看降機關火牙 阿婆已經不在 但外面也不見到阿婆在走 他就覺得 很邪惡 會不會真的 他那時候才想想會不會有鬼 之前從來沒有想過有鬼 他就說 沒有可能 然後 他就打算找看間 看間在地下那層 就找管理員 就問一問 有沒有見阿婆走出來 就找不到我管理員 不知道管理員走到哪裏 他就想 站了一會後 都不見管理員回來 那就算了 就走去買東西吃 走去買東西吃 就回家 如是者 他就沒有了一件事 隔了幾天之後 就在地下大堂等升降機 他等升降機 突然間升降機開門的時候 就看到有幾個藍和佬 在升降機裡走出來 一直念那些藍和一路走出來 然後他覺得奇怪 這次有看間在這裏 他就問他 為何那些藍和佬在升降機裡走出來 他說 剛剛一個禮拜前 有個婆婆不舒服送去醫院 應該在升降機裡已經走了 所以未送到已經走了 所以現在就找一些藍和佬回來 去打課齋 然後他就問我 阿婆是何時離開呢 他對回那個時間 他對一對 阿婆假設是星期日離開 她是星期三搭車見到阿婆 今天是星期日 剛剛好一個星期 有一個藍和佬在這裏藍和佬 他就想會不會是那個阿婆 他就形容 那天晚上見到那個阿婆 就形容給看間廳 看間廳其實聽了一半 他都沒有聽完 即是說不用說了 阿麥先生 阿麥先生不用說了 你不是第一個說見到阿婆 其實我們也有幾個住客 都說在升降機裡見過他 然後他還問回他 他是不是在升降機裡沒有按升降機 他真的沒有按升降機 應該是熟悉的故事 應該是 所以我們才在升降機裡 管理署才請人回來打渣 不然我們也不請人回來打渣 不過別人見到就發聲 你見到就沒有發聲 打了唐渣之後就OK了 整件事就沒有了 他跟我說這件事真的很有趣 他當禮拜天去 禮拜三回到升降機裡 是不是他不知道自己走錯 還是他真的只顧著升降機裡 還是他去到升降機裡 他有自己住的單位 為什麼他又不按升降機 是不是鬼沒能力按升降機 因為我有很多疑問 在想這個問題 當時你當時想到這些問題 你有沒有找人解說 還是你自己想了一些方法去解釋 其實也沒有 因為我這個朋友也跟我說 他深信他可能去得太突然 他都習慣了每天在搭升降機 所以他不知道自己去了 但我自己心多就在想一件事 如果親力學他的說法 他都會按升降機 他都會按他想去的層數 他又完全不按 在升降機裡做什麼呢 升降機裡有什麼值得去懷念 而不是在屋子 如果他回來 應該回到自己的家 屋子應該多些東西給他懷念 沒有理由懷念電梯 但是我覺得那個點是 你始終沒有理由會只留在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和你的淵源沒有什麼 我意思是 譬如那個婆婆 她是不是都回家 就像你所說 如果是都應該在自己的家門口留念 沒有理由是留念在升降機裡 還有你說 按樓與不按樓 說靈魂外際 又是去了一些說鬼魂的事情 有些鬼魂是有能力的 有些鬼魂是沒有能力的 就是在外際的 還有究竟你所謂 你有數算過日子 然後看看他是不是回來 還是不捨得走 究竟要承認他是有頭七 但是又不適合日子 還是什麼 這些就變成了好像很什麼 令到人家很呆滯 真的去又有個位 因為有時我們聽過很多升降機的故事 我曾經有時自己都見到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例如我近時在舊屋裡 我都說 因為那時還是小時候 那是VHS年代 我看見明明在閉路電視 有個類似阿婆的身影 都是在升降機裡 但是我打開升降機 是沒有阿婆的 我試過伸手伸腳進去升降機裡 但也是看到自己的手腳 但阿婆的影仍然在 那一刻 我就在問 解釋怎樣 不理了 然後我就跟管理員說 我還未說完 管理員和我按旁邊的升降機 就說 我和你上去 十年都不方便服務 我都說過了 我上去 然後馬上就說 我走了 就這樣 什麼事這麼心急呢 然後再問一些很技巧的朋友 屬於了解那些錄影機的朋友 他就說 其實很難說 有時都會有一些殘餘的影像 在那個帶子裡 因為一輩子都不會換那些帶子 錄影 然後就會出現了 可能在畫面上 你有個空 你就覺得像一個人 我就告訴他 其實那個人都很鎮 否則我認不到是一個人 我都只會有一個影子 有一個空 但我都看見很明顯 是一個人形狀態 不是蒙蒙茶茶 不是肉酸 不是怎樣 這些 又不是不合理 如果走在那個大廈 沒有理由在那個升降機 如果你說強硬要屈一件事出來 都說除非那個人 在那個大廈跳樓 而他沒有家 所以就留連了在升降機 如果聽一些師傅說 當他要尋死或離開的時間 他僅僅於懷在那個活動範圍裡 才會在那裡 這就變成又回答不了 你的故事也是回答不了 其實我又有這個想法 雖然我沒有辦法去求證是否真的 我有想過 其實這個婆婆 是否本身真的有老人癡癌症 即是生前 到他剛剛死了 他真的有老人癡癌症 其實他入了升降機 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想按哪層樓 會不會呢 我純粹假設 唯有用這件事去對號入座 否則我真的無法解釋 為何在升降機上不按鈕 所以這個就很奇怪 我覺得感覺就是 什麼事呢 什麼情況呢 為什麼有什麼解決呢 還是說 是的 沒有解釋 就是這樣 所以我經常想說 可能有機會就是魔鬼 扮演一些靈異的角色 他根本就沒有解釋 如果我扮演那件事 我扮演一張單 但我沒有解釋 突然要出現 就讓你想想死 嗯 這次現在看到的不只他一個 還有其他人看到 是的 我覺得好像是這樣的 感覺是這樣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當然這些升降機的狀況 都試過有很多故事 是的 我都不明白 其實升降機 就假設 大家都打開了 都不會黑漆漆 都不會誤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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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 你都是會光光鮮、乾乾淨淨的誤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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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像一個密室 始終你搭一格快 你也要分幾小時 在這段時間 很容易令人胡思亂想 如果真的有靈體 靈體也會利用這個特點 在這個時候 讓你無法找到援助 你在升降機裡喊救命是沒有用的 沒有人幫到你 對 在升降機裡喊救命 是嗎 是否他特意要選擇一個很優弊的空間 令到你緊張令到你擔心 然後發生一些事 令到你害怕鬼 我時侯都覺得是這樣的 因為這些靈異故事發生在升降機裡 令到大家第一時間 逢親夜媽媽在家 就害怕 有時候不用夜媽媽 接下來我要說的是 我自己親身經歷在升降機裡 日光日白 是 這件事發生在我幾年前 應該是 八九年前左右 如果我按照計算 就是在油麻地 彌敦道 一座商住大廈 當時我上一間廣告公司 跟他們討論一個項目 那間廣告公司是做一些平面廣告的 他給我一個地址 我上去發現這些舊樓應該有十多層高 他的升降機都是很古老的升降機 未至於拍攝門的那些 單邊燙出來的那隻 不是說有些再古舊一些 是一道門拍攝 開山是推開去 那種是更古老的 但他的升降機也是算古老的 他的大廈一邊是單數 一邊是雙數升降機 他的單位在十一樓 我搭單數升降機上去 我上去是沒有問題的 到我談完整個項目 我走了 我進回升降機後 就有問題出現 我進了升降機 那升降機 那升降機到九樓 因為是十一樓 下去九樓 下去九樓之後 那道門開了 一路都不關門 我無論按什麼按鈕都不關門 大概等了約三十秒左右 到門就關門 但在道門關門之前 有個伯伯動著拐掌 走過來想入升降機 我見到伯伯 我等了他 我按開門按鈕 按是沒有反應的 道門仍然是關門 之前我按那個關門按鈕 他又不懂關門 我當我想按開門按鈕 想開回道門 他又不懂開 他還要單邊燙出來那一下 他還要很厲害的 就關門了 我根本沒時間 想著用手拍開 那一部升降機 就落到七樓 那時候 那部升降機 又開了 開了 然後 又是等很久 他也不關門 搞錯 那部升降機壞 等那麼久也不關門 那時候我想一想 不如走樓梯 我這樣等 他每次開了門 都等超過半分鐘 才關門 我何時才落到地下 但我想一想 這些舊樓 會不會是故意有人 可能當過警察 我有這些意識 整股 不是整股 會不會有人 特意把升降機 等你不下去 就走樓梯 走樓梯 走樓梯就在後樓梯打劫你 我又想過這個 我想 真的不要拼搏 久一點就久一點 我在升降機 起碼 有什麼事 我也在升降機 如果我去了後樓梯 發生什麼事都不知道 當然因為你當警察 所以你有這樣的思維 就覺得對方會不會打劫 有時我也會有這樣的想法 多於靈異上的事情 我先想這方面 尤其是舊樓還在油麻地 有這樣的情況 不奇怪 特意弄到電梯 讓你不耐煩 我在這個時候 我又見到阿伯 又跟廚師拐廠過來 我第一次想 當然是阿伯 在樓上走樓梯下來 下到後看到有升降機 就打算再進去 接著 我打算保持升降機 等阿伯進來 其實升降機也不用 因為升降機根本門不懂 阿伯站在門口 又不進來 一直不進來 他的眼睛就看著 我站在按升降機的角 一部電梯四個角 我站在按升降機的角 他的眼睛就一直看著 我跟他打對後面的角 即是斜角 他一直看那邊 看完又看我 他兩隻角一直看 阿伯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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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動著拐掌 他動著拐掌在陣 手在陣 拐掌 那時候我開始想 會不會有東西呢 在我猶豫 走不走出升降機的時候 他就在升降機的時候 把升降機關門 然後 其實我自己 就算懷疑有東西也好 其實我自己本身 就不是很害怕的 因為之前的節目說過 如果有時真的有東西 我可能會有一點點 又不是很強的 也會有些預感 可能也會有些 冷凍一些 但當時我又沒有 一個很強烈的反應 還有可能我見到死屍多 我變成了 我對於鬼這件事 我又不是太過害怕的 在這個時候 那些升降機 其實是那些黑色一粒粒的 即是凸出來的 舊苦 你按了哪一層樓 他就會升降機 去到那層樓 他就會升降機一聲 那些升降機 在升降機門關起來的時候 是七樓 那時候是九樓 他就拖一聲 按了五樓 我沒有按過 那些要用力才行 現在不是Toucher那些 我沒有按過 拖一聲 五樓的升降機 接著我就說 我自己在想 不相信沒有東西都不行 即是我已經假設在升降機上有東西 他去到七樓 部升降機到七樓 開門 開了門 我就在想 出不出升降機 但是 我用一個逆思維去想 出升降機可能還會死 如果有一個靈體在升降機上 他會不會用這個手法引我出升降機 可能我想多了 有些電影都是這樣的 自己無緣無故覺得一層會開 開了之後就會有這樣的狀況 是的 是的 我在想出不出 我其實猶豫了一會兒 我心想 不是了 我反正都搭了一半 我就不出 我覺得在升降機上 我又不覺得有什麼太危險 其實那部升降機也很光亮 我又不覺得有什麼危險 但出去之後 那個環境 在後樓梯 是一個完全陌生的那座樓 第一次上去的 我覺得更加搏不過 我就寧願在升降機裡面 然後又等著關門 如是者去到五樓 去到五樓的按鈕就彈出來 彈出來 接著那個升降機門 這次升降機門就很快關了 自從那個按鈕一彈出來之後 去到五樓就升降機門很快關了 然後我落到地下 我落到地下 我一出升降機 我就很生氣 我跟那個肥佬看奸 我記得他很肥 他真的肥到我肚腩已經遮了雙腳那種 我跟他說 你坐樓的電梯壞的 你找人家弄一下他 我說這樣搭電梯法 我還說笑 我說我從射到尖沙咀 去到尖沙咀 你的電梯還沒落到地下 我說 還跟他有什麼開玩笑 我說你找人家弄一下他 接著呢 他嘴唇唇唇唇 我說行行行行行 我們知道 我看到他的反應 我覺得是很不自然的 他的反應 我就在想 你這麼不自然的反應 我打電話上去那間廣告公司 說到這裏 先休息一下 待會成不接近他 好 好 繼續回來這個恐怖熱線 剛才阿寶哥說到 關於電梯 突然間 明明那些舊時款式的電梯 黑色按進去 要到站才會彈出來的電梯 終於在五樓停了 那怎麼辦 就是那個電梯 電梯又彈起來了 那一部電梯 這次就不用等那麼久 很自動地關上門 如是者三樓就沒有停了 我直接就落到地下 落到地下 我就抓住我肥佬看奸 就罵他 我說你電梯壞了 我找人弄一下他 他又很吞吞吐吐 他真的很古怪 我就覺得他樣子太古怪了 我一走出尼多 我便打電話上去 給那間廣告公司 那個負責人 你電梯好不行 你真的跟管理署講講 他整整整電梯去 誰知他回答我 他跟我談了整個小時的電話 他就告訴我 他就說,黃先生,不好意思,我忘了叫你不要搭雙數升降機 那你講原因吧 沒錯,我打算叫你,如果我醒起來叫你搭雙數升降機,就走樓梯下一層或者上一層 不過我見你上來又沒有東西,所以我走的時候又忘了跟你說 那發生什麼事呢?為什麼不要搭雙數升降機呢? 單數升降機已經弄過很多次,是沒得弄的 根本不是機件有問題,是不知道哪裡有問題 你的升降機是否層層停,層層停一分鐘 我還未至於一分鐘,我肯定過半分鐘 是否一分鐘,我就不肯定了 這部升降機過了五樓之後,又會沒事 我按鈕是否自己會按下去 我問你什麼都知道了,是否閉路電視看完整個過程 你不是第一個 我公司年底租日到期,我們就走了,不租這裡 我有兩個女同事,就是因為這樣辭了工,不做 怕了這件事 她在升降機上出事,她被你遇到的事,更加害怕 她說你也是,在升降機上什麼都見不到 在升降機上,層層開而已 她說我的女同事,在升降機上看到有什麼 她真的跟我說了整個小時 她真的跟我說了整個小時 有一天看到,不知道為什麼 電梯裡面的鬼,剛才我說的就是阿婆 這次這個就是阿伯 因為我留意了,電梯裡面有靈體 也不是阿婆,而是阿伯 你很少聽到一些故事,會比較年輕 電梯裡面通常都是這麼老的,為什麼呢 我真的有時候想不明白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很創作 最主要是 會不會因為發生過一次,那些人就入路了 等於,不如待會再說 我先說這個問題 他就說,有個阿伯在電梯裡面 就說,一直入電梯是沒有的 即是說有其中一個女同事,入電梯的時候 是不見了個阿伯的 那部電梯又無緣無故的 他沒有按到五樓的 五樓自己開了門 開了門之後,他突然間 有個阿伯在他旁邊走出電梯 你說你遇到這樣的情況,會嚇到傻 你明明那部電梯只有自己一個 但去到五樓,部電梯門自動開了 然後有人在你旁邊走出電梯 我想當時,任何人在電梯裡面 都一定會很害怕 現在我這樣說出來,可能大家不害怕 但如果你嘗試去幻想一下 你現場就有兩件事 你一定會很害怕 無緣無故有一個人在你旁邊走出電梯 還要是個阿伯 你知道阿伯還行得慢 他不是一聲跑出去 慢慢走出電梯 這是他第一個女同事 然後回來說,說完之後 就說不做了,離開了 第二個女同事更慘 你知道做廣告這些 通常很多時候 做到三間半夜才會離開 那一晚的女同事半夜三間離開 入電梯 其實按了很久的電梯 電梯都沒有上來 當然更加不敢走後樓梯 一邊等 神奇在 他都沒有見過電梯上來 然後開門 會不會壞燈呢 唯一一個解釋 燈壞了 如果沒有看到 有指示燈上來 然後自己會開門 開門 他當然入電梯 走 回家 入電梯之後 電梯一直都不關 好像剛才我那個情況 一直都不會關門 他以為有東西卡住 就踢電梯門 踢一踢 看看會不會動 踢一踢 踢了好幾腳之後 都沒有反應 這樣不動 當時他就想 都不知道怎麼辦 怎樣求救好 不停再按電梯鍵 不停按關門鍵 但剛才是踢電梯門 竟然在他按關門鍵的時候 他發現電梯門 繼續被人踢 他已經停了腳 他停了 那是誰踢 就說是誰踢到電梯門 不停踢 踢多幾下之後 怕到跑出電梯 跑出電梯 回公司 他回公司 在公司過到第二天 那些同事回來 問他 你昨晚熬通宵嗎 他說不是 我昨晚 客通宵 半夜不記得走 他這樣告訴同事 跟著那個女生 就即日收拾東西 說走了 說不做 他這樣說 沒有了兩個同事 所以他去公司 不如搬 搬 他不問什麼事 搬去算數 整件事 又看你真的做哪一個行業 這樣說 如果你普通正經 其他工作 當然緊張 但如果你做娛樂事業 那些人的看法又不同了 又說這些事情 用來吸引到 娛樂的 如果你頂得住 這樣說 那就會吸引到 反而令到生意興隆 真不知是不是 又是這樣說 做娛樂事業 一半都是偏門 對 逢偏門 一定要得到有靈界才安樂 真是奇怪 其實又真是 都很有趣 另外還有什麼故事分享 我想說回 不要說分享故事 我想說回 剛才講到一件事 當大家分享一下的意見 就是 剛才說到 為何在電梯裏面 人們經常覺得 阿爸 不是阿婆 其實很多時候 有些先入為主的事 我撇開之前見到的 是不是真的靈體 我記得有一個網友問過我 他就說 為何那些女鬼 都是穿著白色袍 都是長頭髮 穿白色袍 即是固定形象 不如這樣說 沒錯 然後我就回答他 其實誰告訴你 女鬼一定是長頭髮 一定是穿著白色長袍 只不過就是 人可能小時候 受一些電影 電視 或者其他不同的媒體 影響先入為主 將女鬼的形象 變成這樣 當你接受了這個形象 是女鬼之後 在我的角度看 鬼其實沒有固定形象 鬼的形象 就是你心想什麼形象 他就是什麼 他就是出什麼形象 當你看到那個鬼 鬼的時間 因為你的心想鬼就是這個樣子 你一看到 他就在你的心裡的那種力量 會生出這種形象 所以在電梯裡 為何是阿婆 為何是阿伯 就是人們覺得 在電梯裡的鬼就是阿婆 一定是這樣 這個 這個 可以說回應了 我一直都說 魔鬼很喜歡扮演的角色 都是你心目中的形象 譬如你害怕蟑螂 他會變成蟑螂 扮成蟑螂 你便會害怕 同樣地 他知道個人心目中的想法 都是說 搭升升降機一定是阿婆阿伯 即是那些靈界 他就會扮演這件事 因為很老實 如果你說靈界 大家都知道 譬如鮑哥 你都說了這麼久的靈異故事 人離開也不是分年齡 是嗎 是 怎麼可能靈界永遠只有那個歲數 尤其是在那個地方 永遠只有那個歲數 即是在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歲數 這就真是神奇 很明顯 這個有一點點回應 就是魔鬼很喜歡扮演鬼的角色 在你心目中的形象 所以說鬼是否真的不會大 我們真的不敢說 因為我們始終 我們沒有經驗 就算我們有經驗做過鬼 到現在做人 我們都忘記了做鬼的時候 是怎樣 我們很難找到一個證據 鬼是否不會大 但在我們這麼多年來 聽到的靈異故事 都好像 鬼是停留在某一個年齡 我只可以告訴你 都是用回那句話說 你心目中想到它是甚麼形象 它就是甚麼形象 我立刻這樣說 尤其是多數都一定會是這樣的 你多數是怕那件事 你承認著那件事 然後才會那件事出現 你才會得到怕那種恐懼 你不會等於你去跳奔枝針 你明知都是因為你眼看到反射出來的畫面 是很高的 很沒有安全感的 只是綁著雙腳 然後又不知道 究竟那些狀況會是怎樣 又可能以前聽過一些新聞 關於玩不知針 離開了的人 令到你所有的心理壓力壓抑出來 然後你再去做那件事 便會特別害怕 這就是信心的問題 如果你玩不知針 你對繩子有信心 你自然就不害怕 我舉個例子 我們以前做訓練 有一件事叫懸睡下降 就是我們在水壩做這件事 就是綁著繩子跳下去 跳下去可以彈一下彈一下 就落到壩底 我告訴你 十個有九個都害怕 我就很不害怕 我一下子跳上去 我就跑去跳完之後 跟著我們的大隊長來看 我們的教官抓住我 要我再在大隊長面前再表演 因為通常人都害怕 所以同事就會問我 這麼高 你為什麼可以不害怕 你玩得這麼開心 我就說 其實這就是信心 你對繩子有沒有信心 她說怎麼對它有信心 那條繩子不是很粗 一條繩子綁著你跳下去 我就說 凡事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叫做結構 因為我知道 這條繩子裡面 原來是由五千條繩子組成 我明白這條繩子的結構 就知道這條繩子根本不會斷 這條繩子不會斷 那你害怕什麼 你完全是不需要害怕 同一個道理就是 如果你明白一件事情 你對那件事情有信心 你就不會害怕 等於如果你明白靈異界 你明白人與鬼之間的關係 你不需要特別害怕 因為我經常覺得一件事 不是你害死他 你問一問自己 你有沒有害死過人 然後你問一問你自己 有沒有做過一些對人不住的事情 如果沒有的 你為什麼要害怕鬼 你不需要害怕 就算真是不幸運 讓你見到 可能只是路過 你為什麼要害怕 你害怕什麼 鬼也是一種 我自己覺得 鬼也是一種生物 不過和你的空間不同 從我的角度來看 或者想法是這樣 不同人的信仰 有加不同的反應 今集麻煩你寶哥 下一次我們有再談過 拜拜 拜拜 再次回到熱門鬼話這個時間 來到這個時間 我Bingo都會找來一些娛樂圈的好朋友 和大家分享一些 他們的所見所聞 一些懷疑的靈異個案 又或者是他們自己的親身經歷 而今晚我Bingo找來的嘉賓 他是一位男生人 一位跳唱型的男生人 因為我知道他跳舞非常厲害 你之前在活動裡面都會看到 你看到KPOP的人 跳得很厲害 他都像是那一群 這位朋友 叫Aster沈童嘉 你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Aster Aster 我想問問你自己本身 相不相信 有這些靈異東西的存在 其實我是相信 因為自己有時候都會有些 我都懷疑會不會有這些東西在我身邊經過 還有跟我有些交流 你簡直是有些接觸到他們那些 對 因為小時候 都會 試過在家裡睡著睡著睡著 就開著房門睡的時候 會無端端看到有個 好像穿囚犯衣的 白色的衣服的人 站在我的門口 就看著我 我小時候以為是我的媽媽 但第二天問她 她說她沒有進過我的房間 而且她都沒有這套衣服 但你小時候已經看到 但當時你媽媽是怎樣跟你說的 我跟她說 她說我發惡夢 她說我發夢 但其實我當時又不懂得害怕 我覺得可能 其實自己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我長大想起來 就會覺得會不會是呢 而你今晚 想跟各位聽眾分享的 一個靈異故事 是來自你身邊的朋友發生 還是你自己的親身經歷呢 我的朋友 也有說過一些東西給我聽 我也覺得 聽起來也挺有趣的 是什麼 因為我這位朋友 他是做一些賣佛牌生意 是泰國佛牌那些嗎 是的 他是可能有 因為佛牌有分靜牌 邪牌 我不知道 他們是這樣說的 然後呢 我也是這樣聽他們說 他就說 有一種叫做古曼童 古曼童就是有一些 俗稱鬼仔 是的 他就經常去泰國 去跟和尚 嗯 或者一些我們叫八衣師傅 嗯 就會拿一些這樣的牌 回來香港買的 嗯 然後他分享給我聽 就是有一次 他去泰國 那就三天 臨走之前那一天呢 他就已經 就是拿了那些很多佛牌 顧曼童 那些 顧曼童那些 那他就兩個人一起去的 當時呢 他另外一位朋友呢 就晚上睡著睡著睡著 就想去廁所這樣 是 那他去廁所的時候 他開門 在酒店裡 開廁所門 然後他就會看到 咦 為什麼 就是好像廁所裡面 有些東西 那樣 然後他就再看清楚一點 的時候呢 原來呢 他看到廁所裡面 是有三個人 站在裡面 是一家大小來的 但假設是 只有他一個人的 是的 就是 另外他那位朋友 即是我的朋友 他就睡了睡著 嗯 那他開廁所門的時候 他就看到廁所裡面 是有一家大小 就是一男一女 牽著小孩子 牽著 是的 即是媽媽爸爸小朋友 嗯嗯 這樣去看著他的 那他當時就很害怕 但是因為 即他自己都做這一行生意 那可能 即他都不會說 好去 大 不會很大反應 是吧 那他就告訴我 他當時就 唉算了 關了門 走回去床睡覺 就當沒事發生 那這件事就是 即是我的朋友分享給我聽的 是 就說其實那一家人 是 即是是什麼來的 是 原來他其中有一塊牌裡面 就是 就是收了這一家人在裡面 就是 那些人叫做養鬼的 嗯 其中有一塊牌裡面 就有這一家人 嗯 所以他說其實 即是我的朋友這樣見到 都很正常 嗯 其實他們 因為他們都做這一行的生意 可能有很多 奇怪的事情 就是我們未必會經常接觸到的事情 他們都發生過 所以他們看到的時候 都不會說 嗯 特別說可以是很害怕 這樣 見慣不慣 所以我聽到就 嘩都 挺有趣的 這樣就分享給大家 哈哈 但他們有沒有形容到 即是這家人 當時的樣子 那些 裝扮啊 那些 他有沒有告訴你 其實我記得他好像說是 即是 媽媽呢 是穿紅色衣服的 嗯 但是我就不記得 他講過小孩子 和老爸 那個樣子是怎樣的 嗯 因為他 當時我沒有問他的 但我記得他有這樣說過 你現在這樣問我 是是是 嘩 真的如果 嘩 其實都挺害怕的 這些工作 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 但是他自己就 因為這件事 他們就覺得沒事了 那他廁所都可以不用去的 最後 他就是告訴我 那晚他很急療 接著 但是他 頂住 嘩打擾到他們 就會有些事情發生 就是說 他說是個 禮儀相的問題 所以他沒有走到廁所裡 下次幫我問多點 你的朋友 他們 如果見到這些事情 或者他們 我知道 有些人 有些藝人都上來分享過 當他們擁有一個所謂的 佛牌的時候 可能真的要 做一些儀式 這樣才可以和你共存 或者可能是他幫你的事 你也要幫他 我有時候真的有些興趣想知道 做這門生意的 未買出去的時候 又要做些什麼 有這麼多佛牌 不過這個你幫我問我 我記得 但我想問一下你自己本身 你自己說 你會感應到的事情 感覺到的事情 甚至乎 你說你小時候見到 那你除了你小時候見到的時候 你還有沒有其他一些 或者是接觸到他們的事情 可以和大家分享 可以和大家分享 都有的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因為其實我不肯定自己 是否真的感應到 但有一次 不知道是巧合還是怎樣 那種情況 然後 然後是否 stranded 在做著帶洗手 Student 然後就是去電鍥 во那天 我回去加工店 夜晚9時點多的時候 家잔酒吧是沾沙咀的 然後是 Cont Carla 那我進去 拉局了把房間之後 其實整間酒吧是很黑很黑的 我完全是看不到東西 但是我要走進去 好入拉了個總掣 才可以開到燈 正路啊 通常酒吧那些 那些長啊 長置那些全部都是很深色的 厚黑色的 有時候真的看不到東西 沒錯 那我就開了個總掣之後 我就會好像平時那樣 在這個吧檯裡收拾一下杯 洗一下東西 突然間就有個電話響了 那我聽過電話 我就聽到電話裡面有些聲 好像平時看電話那些 噓 噓 噓 那些噓的聲音 但就沒有說話的 是一個人聲啊 還是一些電流聲啊 其實是電流聲來的 其實不 就是聯想不到有人在說話的 是 就是噓 這樣的 嗯嗯嗯 就 然後呢 我聽到這樣的電話 那我又 不會覺得是靈異事件 那我就修綫啦 就是可能信號不好 但是我一修綫 即一剪綫那一刻呢 整間酒吧的感覺 噓 噓 然後我 然後你在裡面啊 對啦 我站在那個桌子 什麼都看不到 第一時間 拿電話出來 開電筒 照一照 對啦 然後 嗯 沒事的 不要自己嚇自己 那我就走進去 再開個總掣 是 接著呢 我開完那個總掣 光了 就是 當時是這樣跳了 Fuse啦 那我然後就 再繼續走回那個吧桌子 那裡 走了大概 五六步 那 又跳了一次 嗯 接著又整間班都黑了 那我的心就已經 就是 跳緊的了 即是離了 噓 為什麼會這樣呢 平時都不會這樣的 那時候你 你上班多久呢 這份工作 那時候我應該上了兩個月左右 嗯 但我記得那時候是 好像是龍年七月來的 都是龍年七月來的 對啦 那 那我又會 即是都會亂想 是不是 即是 哇 七月份這麼邪啊 沒有被人整腦啊 對啦 那我 那些東西整腦啊 即是那我沒有理由害怕我不上班 是 那我又被迫著 又去 即是看一下那個Fuse是不是又跳了 那他真的跳了 那我就再開了 那我今次我都怕他再跳 嗯 那我看著那個Fuse就是 看著了一分鐘 左右啦 其實他是沒有跳的 看著的時候 那我就安心一點啦 嗯 那我繼續去做事啦 那我走出去 又是走到剛才那個位喔 即是五、六步左右 他又跳了一次喔 接著我已經有些 覺得 即是 嘩 如果真的有 你也不用這樣搞我啊 我又沒有得罪你這樣 那我其實又已經有少少 即是 害怕 但是有些憤怒 但是你有沒有試過真的聯絡同事啊 或者老闆啊 喂 是不是真的那個 那個 那個Fuse的按鈕有問題啊 或者那些電那裡是不是有問題 那時候你有沒有想到 這個其實我是會 我有的 我之後我是有打給他們 即是還有那一刻 我已經怕得不知所措 即是我是 不會想不到這些東西啦 我想到究竟 我應該打給人好啊 還是怎樣呢 我還是要解決了現在的問題先呢 接著我就 再走回去 再拍多一次那個Fuse就是 接著這次我看著那個Fuse就是 我就在想著 看著他 如果你真的在那裡的話 嗯 你在我面前 跳多一次那個Fuse就是給我看 因為我不 你是說出口還是在心裡面 我在心裡面想 我很專心的 因為我不想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 即是如果我知道 是的話 反而我安心一點 反而是沒那麼害怕的 即是你不要嚇我 要不你告訴我你在這裡 我就當 承認你在這裡就算了 沒錯 就是這個心態 那我 看著那個就是 想完這一句說話 剛剛一想完 他馬上在我面前 就跳多一次 即是你是呢 由本身 跳了Fuse 你開 你開回之後 就馬上想 想完之後 他就馬上再跳 沒有隔幾分鐘之後跳 沒有隔幾分鐘 亦都沒有等到你走回去 可能是在你工作的位置 才跳 是啦 是 然後他在我面前跳 嘩 那一刻我真的 完全我不知道可以做什麼 現在已經 我已經馬上 即是考核到你也先相信 對 對不起不要搞我了 我跟你無語無語 就 小孩子不懂世界 你當我 你不要搞我 這樣 我說完這一句之後 其實整晚都沒有跳過 那個Fuse 是 就說回我之後 那一晚其實 還沒有同事回來 是 我也很害怕的 就是那一晚 那是你說的 你九點幾開店 我當你搞這些 電製 搞半小時左右 正常你有客人 真的有需要 有同事回來 都可能是十一二點 沒錯 那之後 後來晚上 同事回來 我問他 喂 今天那個Fuse 就是這樣跳 然後他說 蛤? 平時不會跳的 我說 我懷疑 不知道這裡 是不是有髒東西 這樣跟他說 然後他也嚇倒 你有沒有跟他說 你心想過那句話 有喔 有跟他說 哇 不是這麼邪 然後怎樣 有沒有跟老闆說的 那些 又沒有跟老闆說的 因為很少會見到老闆 在那裡 是 只是跟同事說 但好了 那晚上就發生了這件事 之後 之後有沒有同類型的事件發生 在你工作的地方 之後其實都 沒有 但是說起酒吧 我又想起 因為那時候 我不是只做一間酒吧 嗯 那之後我又轉去第二間分店 嗯 那在那裡 有個素地的阿姐 是 我們經常叫他連姐 連姐 不知道他現在有沒有聽 連姐 通常看鬼戲 羅蘭姐那些 對 他的朋友都是叫連姐 對 就是了 他是 他是泰國人 是 但是他是講中文的 是 然後他說 他經常見到我 有小孩跟著我 蛤 我不知道他騙我還是怎樣 蛤 你看到我有小孩跟著我 是不是同一個月份發生的 是同一個月份來的 都是農曆的 是呀 然後呢 然後 那時候其實 其實那個連姐 都很親切的 對我們 嗯 但是我們經常 私下都會討論他 哇 他好像很神怪 像拍戲那些神婆 經常說 你風水不好 又怎樣 他會說這些 是呀 即是他會說 他會說 哇阿嘉你今天上班面飾不太好 嗯 這幾天呢 經常有個小孩跟著你 你自己小心點 蛤 但他經常呢 就是這樣說 就是提外話 經常看戲的人說 你看到這些什麼 叫你小心點吃 都叫人小心 但又不幫人解決 是呀 你有沒有問他 我又 當時我又沒有問他 你覺得他在說話 即是我覺得 他可能 他這樣說 如果真的 我也沒辦法 那如果我真的去證實了 我自己有害怕 那我就當作聽咯 是呀 那我聽完 其實那幾天就有事發生的 嗯 但就不關我事的 有什麼事呢 但我那幾天酒吧那裡 是有個人喝醉了 就自己爆自己瓶的 蛤 是呀 但其實這一件事呢 是前兩天就說 那個蓮姐就告訴我 有個小孩 跟著我 有一個 對 他說 但是他不會跟你很久 嗯 但是他有機會在酒吧搞事 嗯 那個蓮姐這樣說 對 即是 他會這樣說 那他還形容得很真實 他怎樣形容得很真實 他怎樣形容得很真實 即是看到那個小朋友 對 他說那個小朋友可能是 非洲種族的 嗯 即是那種感覺 嗯 嗯 那跟著 但是他說 他對我是沒有惡意的 嗯 但是呢 這些小朋友很白厭的 嗯 那就叫他自己小心點 嗯 有什麼就不要得罪他 即是不要亂說話 對 對 那跟著 其實他跟我說完之後 即是隔一兩天左右 因為其實 我都沒見過別人喝醉 會自己爆自己瓶的 是 通常都可能看報紙的見譯 通常可能因為打架生事 最多都是 對 但最後那個男人是 叫了八姐送去醫院 你們幫他叫 對 我還拖地下的血 真的整個血 很恐怖 對 我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這件事 總之就是 你見 聽蓮姐說完之後 就突然間有些奇怪的現象出現了 又說不會跟你很久 那你是不是聯想到 會不會那個 可能是非洲裔的小朋友 跟著你那個 就跟著別人 對 即是可能他 白炎 這樣搞到 有些血光事件發生 可能也可能 因為那個人自己喝醉 就真的不知道為什麼他醉到這樣 亦都有可能 傷害自己 對 不過 這件事 就是 笑一下就算了 其實都很恐怖 都很害怕 如果真的有關係 就真的很害怕 對 你想一下 即是 連者 如果你就這樣說 連者告訴你 有個人跟著你 可能你會覺得 還是沒什麼 但如果不知道為什麼很有趣 有時候你會說 其實他是來自泰國籍的 但你突然會想 好像突然間 好像很真 好像很恐怖 沒錯 今天就謝謝Lazda的分享 我知道你有時候 你可能會感應到他的東西 下次 不如你跟我們分享一下 一些跟你工作上有關的東西 因為我知道 Lazda 你現在 現在作為一個男生人 但你現在還有教小朋友跳舞 沒錯 是不是你之前有些牌舞室 也有些事情發生過 是的 有的 下次約你再上來再說一下 好嗎 謝謝 謝謝 拜拜